我们时常都有说 将你的身和心联系上在asana启示上面 什么叫联系上呢? 要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做Galudasana 上半层而已 你只是跟着导师做 或者是跟着影片做这个知识 然后做得到就行了 然后再换一个手 我也做得到 还是说当你做的时候 对不对 你会感觉到说 当你每个愚动的时候 比如说你的手肘 放在手腕上面 对不对 然后转个圈 手掌对手掌 吸气 然后将两边的肩膀 鱼胎 将你的手肘 高 拿到你的手 必远离你的视线 吸气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什么部分 在框胀的 什么部分 可以开始收紧吗? 呼气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? 吸气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? 吸气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? 呼气的时候会有什么不一样? 那边比较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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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回来 转去另外一边 将手肘放在上面 将肩膀移开 为什么要移开? 感觉一下有什么不一样? 如果移开 不移开 然后将你的手肘 拿高 手掌 距离远前 然后开始吸气 呼气 吸气 呼气 你会感觉到什么地方 是越来越紧了 有些地方是越来越松了 对不对? 放开之后 停一停 开始吸 呼 和之前还没有做这一个 这个提示的时候 有什么不一样? 然后你左右两边 有没有 因为你做了两边 它应该是平衡的 可是 你就看一下 有哪一边 比较紧吗? 从这一点 你就能够知道说 你的提示 其实能够带 给你什么样的体会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好处 或者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 意义 好吧 这个就是如何联系 你的身体 你的精神 当你在做一个 瑜伽启示的时候 Kamaste